大家好 今天做一個簡易版的椒鹽大蝦 食材有蝦 一湯匙的胡椒粉 一湯匙的食鹽 一小碗麵粉備用 蝦從雞背處把蝦線清掉 這個器具是專門用來清蝦線的 但是其實牙籤也是可以輕鬆的把蝦線清掉 家裡有小孩跟老人的 這樣把蝦線清出來 吃起來也放心 胡椒粉 食鹽均勻地灑在已經調過蝦線的蝦上面 倒入適量的麵粉 麵粉如果量掌握不好的話 後面如果太稀的話 隨時可以再多加一些麵粉 抓勻 蒸取每隻蝦上面都裹上面粉 開火 鍋燒熱後放入少許油 把處理好的蝦放入平底鍋中 小火 慢煎至一面翻黃 就可以翻轉 煎另一面 建議使用不粘鍋 等兩面全部金黃色 椒鹽大蝦就完成了 味道鮮美 謝謝觀看 下次再見 謝謝